針對媽媽她平常24小時久握在床 像平常的人呢 我們可以自己 正常的人可以透過自己的活動 身體的動 然後帶動氣血的循環 而久握的病人呢 她因為她的身體都完全躺的 然後再加上她自己都沒辦法動 所以她自己氣血循環是非常緩慢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 如何照顧一個身體沒辦法動的病人呢 我們就只好靠我們的手 然後帶動她的氣血 幫助她流動 所以呢我今天盡可能的 就是透過經絡她是怎麼走的 我們每天那如果可以幫她的身體啊 全身每個地方刺激一遍 就好像幫助她的血液啊 全身的流的速度可以再快一點 或者是推廣一點 這樣子呢 第一方面呢是刺激她的血液的流動 讓她的身體不會太萎縮的太快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也是讓久握的病人 她的身體可以得到一點刺激 因為其實我們的身體末梢的刺激 其實對腦的影響是很大的 不然其實久握的病人很無聊 她每天就是只有一個姿勢躺著 其實人生很沒有樂趣 但是呢透過一點皮膚的刺激 會讓她的腦袋呢 會覺得有點 例如是放鬆 或者是活潑的感覺 這樣會讓她覺得生命呢 還有一點生命力 所以呢我今天呢先 因為媽媽已經91歲了 然後呢會考慮到說她的皮膚很薄 所以呢我們用的方法 一般人可以用的旋打跟掌拍啊 可能我都先扣掉 我採用一種搓熱的方式 然後呢再利用她的肌肉的順序 然後從腿引游到她的上半身手部 好那現在呢我先示範一下喔 因為媽媽的上半身呢 她的身體已經呈現一種彎曲 但我比較強調的是 我們不要直接去搬她 因為那是比較偏吸衣拉筋的方式 但是我反而覺得說 我們透過手搓熱的方式 先把氣血讓她流動速度快一點之後 等一下邊搓 等一下邊搓 慢慢的再把腿伸直 這樣子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拉筋呢 她只是把筋拉開 但是不見得 她有放鬆到肌肉的部分 好所以呢我先把氣血讓她流動起來 或許 或許超過的時間久一點 那個筋慢慢氣血充滿了 你就很容易就帶開喔 好所以齁 差一點點 好我現在搓的呢 比較偏大腿外側 這條叫膽肌的路線 因為媽媽呢她這條腿 已經有點萎縮往內彎 所以我推測她這邊的膽肌齁 是這邊是比較緊的 好因為她的腿現在那一側 比較扒不開 所以我先從 如果可以的話 從臀部 然後這樣子 我就是順著她現在身體的顏幕 這樣慢慢把它搓熱 好媽媽媽 其實齁 搓的感覺啊 那個手的感覺 會帶給地方溫暖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喔 齁 然後呢 趁著小腿 這樣子下去 好一種搓的感覺 所以一種搓熱啊 是帶一點愛的成分在裡面 OK 可以嗎 可以嗎 好我相信呢 這個對老人家來講 是還蠻會切瘦的 好 然後慢慢的 我搓到腳底板 好 腳背的地方 好 這邊拉比較扣 媽媽呢 這邊溫度比較低 我幫你搓出 好 是一種感覺 好然後呢 我搓到腳背之後啊 剛剛是說的是外側的陽晶 它是從上往下走 然後現在呢 我希望說 從它的內側的陰晶 從下往上推上去 所以啊 還有一個地方也蠻值得處理的喔 就是媽媽的腳底板 如果你沒事的話 盡量的 像我們上次的泳泉穴這個地方 如果 你可以用搓的 或者是稍微 因為媽媽的腳現在還蠻有肉的 所以它還蠻可以刺激的 去刺激它的腳底板 然後尤其是泳泉的位置 好那這個姿勢呢 你在自己衡量說 要怎麼樣呢 首先 被處理的人 他姿勢要舒服 然後再來你自己要好操作 好 腳底板這邊拉沒事 就是幫他多刺激一下 好那再來呢 我可能盡可能的呢 如果可以微微的打開 我的目標是 內側一直往上戳 內側好 如果沒辦法往上戳好 來這樣 往上戳好 因為硬拉筋喔 硬的會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寧願 我捨棄硬拉筋的方式 我現在內側是有點留下往上戴喔 除了戳了之外 我還想要帶一點方向性 所以我現在是有點留下 往上戴 然後內側也是喔 因為媽媽它現在內側其實是萎縮的 萎縮的比較嚴重 所以反正腳會一直往內收起來 所以反正是這個地方 才是它的家鄉區 如果是正常人的話 我可能會叫你們用震盪 因為媽媽現在這種狀況 我覺得 戳熱就可以了 震盪是什麼意思 震盪就是打 對對對 就是我們在課堂上的打 但是我覺得已經91歲了 它有骨質密度的問題 沒有沒有 然後因為它的肌肉群比較萎縮 我覺得它的筋鎖得比較裡面 所以我們就用搓熱的就好 它如果內側這邊處理得夠好的話 其實它的腳有一天它可以慢慢的打得比較開 往內縮的原因是內側這邊萎縮得很厲害 所以腳一直收緊來 所以它這個地方很重要 好 好 所以兩條腿啊 兩條腿 大約就是這個處理方式 外側往下 內側往上 好 那正上方這一塊可以幫它搓熱喔 好 正上方這邊是胃筋的部分 好 好 我比較建議的是全部都用搓熱的 因為老人家不需要再粗殺 或者不是幹嘛的 但是搓熱啊 搓熱就代表幫助它的血液流動 因為它自己現在沒有活動了 好 這是腿部的部分 好 再來 好 好 好 老人家上半身我比較建議的是 它的胸口不要越來越肩膀往內 因為會當它的胸口得到壓迫的時候 它的呼吸會不順 所以當它的 媽媽它的狀況還不錯喔 它應該沒有脫 對 目前看起來胸口打得不夠開 好 當一個人 年紀大的時候 它的手這邊還可以打得很開的時候 其實這個很重要 才不會壓迫到它的胸口跟心臟 喔 這個這樣可以喔 好 我這個都用拍的 這裡可以拍 可以 好 可以 可以 好 或者是搓 因為我覺得它的彈性目前還不夠 目前還不夠 我還 我覺得先不要拍齁 過於是搓中待拍 但是以搓為主 重點是我們兩邊的處理 兩邊的處理 媽媽的左邊比較緊 就是它壓起來左邊比較緊 重點是我們的處理 要讓它的胸口可以左右兩邊打開 對 它搓胸口啊 就是要幫助它呼吸比較順 好 把它輕柔就好了 好 手臂跟呼吸有關係的 這邊也是手臂內側的經絡喔 這邊很重要喔 或者是平常喔 這邊可以加一點抓放 抓放 好 這個地方 好 這是不同的刺激喔 這邊很硬喔 對對對 沒錯 它都是內側萎縮 所以它的手沒辦法伸直 其實內側的問題 我還沒有處理到外側 但是它內側這邊夠鬆喔 它的手 才有辦法慢慢的打開來 好 這也是一個方法喔 這個已經 我已經弄很久了 它現在才有這樣 真的喔 對啊 你覺得可以拉開 你如果沒努力的話 它會萎縮得很厲害 所以你已經很好喔 我只是讓它 我們全身 每天把它照顧一遍 好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可以用擠壓的 然後這地方也是 或者是 這不好說欸 你看它的手啊 我說的比較厲害 我覺得剩下皮 它的腳還比較不錯 所以那可能 可以用剝的 剝的 剝筋 我常常聽人說剝筋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樣剝筋 因為齁 年紀越大的人 肌肉不見了 剩下皮 然後它的筋肉 就往內縮 跟骨頭黏在一起 所以我們打是打不到的 所以老人家反而是用剝的 或者這樣子剝 好 等一下我有空再來告訴你 剝筋是怎麼用 這邊也是這樣抓放 這一塊還有肌肉 這一塊 微縮得比較厲害 好 然後呢 到達手的位置的時候 我也是蠻希望說 每個指啊 每個指頭 我盡量的 因為我們的 筋肉 有走到指甲兩側 六條筋肉 所以齁 每個地方都可以 手指頭的正面 跟側面 都可以去幫它搓一搓 拉一拉 然後指甲兩側 壓一壓 每個地方有耐心的 幫它刺激一下 好 然後中指 不要小看這些地方喔 因為他們也是 筋肉也是有走到末梢的 所以這樣兩側壓一壓 然後兩側 指甲兩側 上面兩側 跟左右兩側 都幫它推一推 然後兩邊壓一壓 讓它每一個都不斷的去刺激它 它就齁 萎縮的情況會比較好一點 好 所以齁 就是胸口要夠開 然後內側這邊一定要先處理 外側這邊我還先暫緩 這邊先鬆的開 手就這個萎縮的情況就會好很多 好 大約就是這樣子 如果還可以的話呢 讓媽媽可以翻個側邊 就算她不能趴下 她後背的膀胱筋 如果可以的話 戳也是很好的 因為她最多的姿勢就是躺著 她的後背這邊啊 整個 可能一天躺的時間非常久 那個血液流動速度非常慢 那邊又是膀胱筋的範圍 所以那個地方戳一戳也是不錯 或者你推媽媽去做輪椅的時候 她的背是尋滑的對不對 那時候可能有機會可以戳 有機會可以戳的 因為整個後背 用縮或輕拍代替你的膀胱筋 好這樣子 盡量讓她整個身體啊 每天都有處理個幾次 你如果處理一次 就等於幫她血液循環一次 這樣她會覺得很 應該會覺得很讚 那種舒服的感覺是說不出來的 好大家先站喔 妳可不可以表演一下那個 背部 可是我不知道有推耶 蛤 妳知道怎麼推 因為這個病人 我不知道怎麼控制她 好 好